在这个我们中国啊 那个一开始这个初步阶段吧 各级领导啊 差不多都是外行领导内行 那个时候呢 毛主席呢 有时候就毛主席有个名言嘛 就是这是一个普遍规律 就是外行领导内行 应该是普遍规律 但管卫言觉得啊 在大跃进期间呢 有一点应该算是 算是什么 正面作用的 就是解放思想 那个时候啊 科学院确实需要突破一些进步 当时呢 成立了四个所 波摩若呢 当这个科学院的院长 张敬夫呢 当这个党组书记 58年的时候呢 还成立了一个半导体研究所 和自动化研究所 另外还有一个计算机研究所 电子研究所 就这四个所啊 应该说这四个所 对后来的经济发展 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其中半导体所和这个电子所啊 相当一部分是从他们那个物理所分出去的 半导体所啊 其实就是当时 物理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室 钱学森呢 那时候搞了一个超声波啊 什么研究运动啊 什么的 哎呀 把那个超声波的功能啊 给夸大得不行 当时管文员呢 还没在国内呢 哎 反正他在苏联就听说了 钱学森一直在那儿倡导 什么特异功能呢 另外呢 就是有两个比较典型的事 就是浮夸呀 这个不尊重科学啊 就乱搞的那种 一个就发生在他们物理所 就是说呢 宣传说 我们搞了成功的 做成了有机的半导体 有机啊 有机菜 有机 就是比现在呢 说啊 比现在的半导体 那材料成本啊 要便宜的 很多很多 嗯 其实啊 这苏联当时啊 也有一个 当时呢 就是估计要跟苏联比嘛 苏联当时啊 有一个那个塔斯社 就说 我们搞成了一个有机半导体 但是没几天呢 人家苏联那边就批谣了 说这个报道啊 有误 哎 这记者啊 不懂这个科学 胡说八道了 但是咱这啊 接着接着往下吹 就根本没有 当时物理所呢 就有一个叫陈春仙的 就这个 屏幕上这个人啊 他也是流苏的 大学毕业以后呢 他就回来了 他在苏联的时候啊 就发表过一些文章 哎 呃 就是说啊 他能够用这个有机半导体 也做成那个什么收音机 而且啊 这收音机能发声 哎呀 还在那给大家表演 也不知道他怎么做出来的 反正就是 你再也以后找不着他了 弄的呀 他这个不是在这个苏联发的这个文章啊 再加上他弄的这个弄的连郭默若什么的啊 都请他 还有这个物理所的人去吃饭 任兵日报啊 头版头条就开始刊登这个新闻 这所有的这个人呢 都知道啊 大概那些头不知道 你像郭默若写文章 搞诗的 弄科学院的院长 很有意思 这个都知道他是弄虚作假 哎 呃 其实都知道他就是弄了一个二级管 连三级管的故事 哎 反正就是完全是假的 呃 另外呢 还有一个人呢 叫王守武的 哎 也是研究半导体的 这个人呢 就是非常有名的 大家都很尊重他 他当时啊 就已经跟大家说了 说这个 陈炊仙说的这个 一定是假的 结果呢 这个物理所的党委书记李德忠 还专门找到他了 跟他谈话 说你呀 不要动摇军心 影响士气 哎 不许他呀 对别人讲 哎 你就开始打住吧 结果呢 就大家眼睁睁的 就看着这个弄虚作假的人 扶摇直上 哎 居然还在这个物理所啊 弄了一个这个实验室 专门的半导体实验室 当然肯定是啥都没弄出来嘛 60年的时候呢 又开始搞这个激光 哎 据说大家都开始研究激光了啊 这陈炊仙倒是就是 也注意这些信息啊 马上就开始又好说 我要开始做激光了 呃 当时做激光啊 是需要用红宝石的 物理所那时候呢 是用那种火焰烧的那种方法啊 生产这个红宝石 那肯定是质量就不行了嘛 哎 做出来的这个激光 那肯定也不行 完了呢 就这个电子所啊 呃 有一部 有一些这个红宝石 是从这个欧洲进口的 那质量肯定特别好的嘛 这陈春仙呢 就跟电子所借这个红宝石 你想那时候进口花外汇 买来的东西 那不稀罕死了 这电子所的人死活不肯借 这陈春仙说呢 你这钱都是国家的钱买的呀 凭什么你电子所就给垄断了呀 于是直接告状 就告到了中科院党委书记 张静夫那去了 张静夫就跟电子所说 你们得借 必须借 结果呢 这陈春仙还真借的 可是他呀 这个本身呢 他这个研究啊 和他的事业啊 一直就是乱来 乱七八糟的 结果呢 第一次就把这个红宝石 直接就给打坏了 这陈春仙呢 居然啊 你知道吗 他就想了一个办法 他跟着底下人说啊 千万别说 咱们这红宝石坏了 赶紧把那电子所那帮人啊 给叫来 说咱们呀一块做实验 然后呢 让这个电子所的人呢 摁这个摁柳啊 来放电 这样呢 这一放电 一发现 哟 红宝石给打坏了 就不是咱的责任了 他电子所的事了 最逗的是什么呢 那电子所的人啊 还真来 哎 一打呢 还也发现是坏了 可是呢 这电子所的人的表情啊 一点都不紧张 原来是为什么借给他的 也是一个国产的 没舍得把那进口的给他祸祸了 你就想吧 当时那个整个研究的那个大环境 这可是中科院 全都这么玩 后来呢 就是那个陈春仙呢 跟这个广威延矛盾也特别大 广威延后来不是当所长了吗 俩人啊 居然打的那个事啊 都登了六七天的报纸呢 广威延啊 那时候就讨厌这个人 讨厌的啊 就是他当所长的时候 就是应该说差点 把这个人给打下去 他觉得呀 这个陈春仙呀 应该是个很聪明的人 但是呢 他就是不明白 他怎么能够那么的无耻 那么干 就是他没法理解 广威延这个人性格啊 也很耿直的 再加上他也可能觉得自己 那个革命这个资历也很老啊 他敢说 你一些那个底朝的那个 这些那些老科学家什么的 一说就把你的祖宗三代一滴了出来 或者出身一滴了出来什么的 都不好说 但是他就行 他就敢 我上高中的时候 我就参加革命了 对不对 所以那些党委书记跟他打 也打不过 这个你知道啊 这个搞科学研究啊 你搞虚减 真的是属于高难度的动作 你肯定后来他那个激光 也没搞出平堂 没搞出平堂 但是他还真能够就是 得到上级的支持 反正呢 他又去搞什么 受控热和反应去了 反正跟和呀什么的 反正哪哪哪哪哪哪个掙钱 或者哪个能从国家的忽悠的资金来 他他一定就干 这个他搞的这个项目啊 就是受控热和反应啊 这在当时都是大事 到现在了啊 你像那么发达的台积电啊 台湾啊什么的啊 都没有这个 甚至都属于圈门的这么一个 当时是这个二级部 有人其实已经搞了 然后呢在中国的这个西南 也就是说那个重庆吧好像是 也有一个专门的研究所搞这个 可是你看你这个物理所啊 就一个小实验室 你想搞这个 你搞热和反应 那就是规模就属于那个 让你搭个积木那么一个意思吧 就是说你盖大楼 手楼处的那个 楼盘的那个 你做那么一个 你跟人家真正的那个热和反应研究 那不就是差老鼻子 你不是瞎忙活对吧 反正就这意思吧 但是呢他就管门研究觉得 这个人居然就有脸就这么做 物理所呀一开始啊 解放初期的时候 所长叫陆学善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 非常认真的一个科学家 他呢就 是研究用这个X射线 研究这个固体的那么一个科学家 抗战期间呢 他没有去西南联大 就待在了上海租近 专门的潜下心来 翻译了一套西方的物理学的书 管云炎当时呢 就是看过他写的书 后来呀就是因为这个不适应这个党的这个哲学呀 也不擅长这个逢名拍马呀 所以呢很快他就被另外一个叫师儒为的给取代 师儒为呢原来是这个南京中央研究院的 哎也是这个算是一个搞物理啊 还算是一个科学家 呃那个时候物理所啊也就12个人 就是解放了以后嘛 这个他也是在这里边的 陆学善的是北平研究院的 哎呃这个 等于跟南京呢就算是这么合并了吧 就形成了一个这个物理所了 呃施儒为呢就算是就这个人 施儒为哎你看这面相很听话 哎就把他给换成了这个去当所长去了 一直到文革都是他在物理所当所长 呃这个当时就是所长都是科学家 哎这个大陆支部书记是上面派来的 呃管为严啊离开物理所以后啊 是不是到了那个科技大学合肥那个去当校长去了吗 那个时候物理所已经差不多有八百多个人 从12个人发展到八百多个人 但是中间啊居然有一个段时间是两千多人 这两千多人是怎么回事 也就是管为严刚回国 哎那个就是那个反右啊大跃进啊三面红旗都过了 但是这时候呢困难时期刚刚开始 这个庐山会议本来不是想反左的吗 哎连主席都觉得自己有点搞得过头了 应该稍微收敛一下 所以弄了那个万言书 结果呀没想到到最后啊又变成反右了 大家呢又觉得怎么回事啊 这搞着搞着怎么右又又不是左的厉害吗 怎么又成右的了呀 反正啊这个知识分子都觉得挺荒唐的 你想那五九年庐山会议本来是可以收敛一下的嘛 而且中国应该都开始好起来了 但是就发现这个批彭德怀的这万言书一出 完了 打这以后就更加荒唐 你说的这个说的哪来着 其实很多啊这个知识分子啊心里边都明白 就是这个事情不对头了 但是呢没人敢讲 就是这几年搞的这运动搞的啊 连家里人自理心里想什么都敢说 就怕被举报被揭发 你知道在文革期间啊 广媒员说他周围的人呢就是被自己亲人呢揭发的那个太多太多 想想这一点呢都是很悲哀的 而这些人呢等于就是人格和各方面啊 就你怎么说呢就很难再做人了 你想呢比如说到后来人家一平凡了 你怎么面对这个人 但是好多人他没问题 他绝对有他的那个防火墙 或者说呢他找各种理由让自己心里平衡 就觉得不赖我呀 当时大环境大家我是小英党的号召啊 对吧 这就是平庸之恶 而科学院呢本来呀是一个思想解放的一个地方 你不解放你怎么搞科研呢 你必须得打破这个权威 或者说这个人家已经有的这个框架里边 你必须突破它 你才能科学进步 可是呢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政府反而要说 我们这搞科学呀也要搞群众运动 就一下子你知道吗 物理所突然来了一千多个复原军人 绝大部分啊都是小学成都 哎中学毕业的都聊聊几个 完了呢就是就是主席嘛特别爱搞人喊债术 就是人令胜天嘛 这些人一来啊连住的地儿没有 后来就跑到那个庙里边去住的 中关村那时候还是农村的啊 物理所我记得我想想啊 九八八八八八 八几年的时候 哎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吧 中关村那边还是那个 好多荒地的哎我以前的老公他爸就立写所的当委书记 我说这个外行领导这个内行啊我真的不是贬低我是亲眼看见的 就我这以前的那公公啊他真的是就是他还算是有知识的呢 他是这个坦克学院毕业的 但是啊就是头脑僵化的啊他就已经是做党的工作啊做了那么多年了他在这个科学院里边你的科学家他管着一帮科学家 他天天跟那个所长打 因为我是亲历到什么呀后来他是这个所长征集了也大概那时候我们刚刚开始改革开放了嘛就已经开始就是不是党书记说了算是所长说了算 他呢他呢又不肯放权呢干着他老在那中间掺和指责人家偏离了这个路线 结果呢让人给告到这个中科院里了 等于呢就是让他算是就什么呢呃 提前退休吧提前离休 哎呀还不干呢下来了以后天天的在那写这么一路一路的这个呃 报告就是意思呃他没有迫害这个科学家呀呃他冤枉啊反正 他也不算是迫害你知道吗但是你知道这些呃 党政干部啊他找你这个谈事啊他给你一个车轮番站的那种啊你真的人思想崩溃而且你干不了别的了 呃也大概因为心情确实不好很快他就得了肝癌了 我为什么说他就是这个外行领导内行啊后来不是他等于退下来了我一看那老人呢你让他在家里边 没事但不行啊我那时候呢刚刚从这个银行带来问啊搞了自己一个特小的就专门给人家那个做清洁洗地毯的一个公司 我说那您就跑我这来我不爱去参加什么那时候啊街道什么各种税务局各种的什么反正就是老友会让你去参加 我就不爱去听看那参加的会你听半天也不知道说什么哎我说你去的认真的啊拿一小本本去了 问题是他第二天逼着我们啊必须开会我们总共的公司就三个人四个人可能他非要拢的一块他要开个会 你知道逢天过节他在家里啊只要是有一个比如说上面我记得最清楚了我们那时候有个什么五讲四美运动 吃饭的时候呢大家一块啊中秋节了一块聚的时候他一定要在这上面我要说两句啊现在都要五讲四美了啊我们这个家庭哎也得要五讲四美他一定要把那个那个讲话的瘾啊过过够了 特别像我爱我家里边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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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头那个局长退休的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 哎呀简直是真的我爱我家你们真的应该看看太经典了就是那样的一个人 结果他回来的话一定要在家里边要把他昨天开的会啊他写的好详细啊一条一条记的他要给你讲一遍 我就开始坐不住我这嘴巴就开始要骂人了我跟我那公公啊经常的是就是一嚷嚷什么完了以后嚷嚷完了我再搂他一下就没事了 完了以后我当时那老公就赶紧哎你不是那个上厕所吗你赶紧去吧就把他知道我要开始啊要忍不住了我就已经开始哎呀 就把我支出去了哈哈哈所以你说真的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啊你不能说他他真的一点贪污没有 也没有寻思舞弊也没有什么的他真是一心为功但是他的这种思想理念啊他对科学我认为真的是起反冲而他就特别适合这个在这个政府机关里边啊 就是这职位你让他在这待着特别有意思哎说的这个就是一千多个军人啊进到他们这来了吗 进到这个物理所了哎呃 这不就住到庙里了吗你想这帮退伍军人都农民出来的呀高兴的不了进城了我算是落了城市户口了而且在那时候正好是困难时期嘛你起码能保证啊有饭吃因为你回原复原回到家啊肯定没准就饿死了 可是这一下啊一千多个人进到物理所物理所乱套了物理所那时候呢有12个研究室每个研究室都派了一个行政副主任也就是说呢这个研究室的支部书记 而这个研究室的主任呢是科学家哎副主任就是这个复原军人来带头 而且呢呃已经算是不错就从这一千多人领啊呃挫子里边拔将军 拔出来那么几个稍微有点文化的让他到这研究室来当支部书记就等于拔出12个人了 管为严这时候正好这时候回到的物理所也就是说物理所人最多最多的时候 哎哎呦现在想起来军代表了 没跟你说啊我爸我妈都当过军代表 就是那时候呢不是文革吗 文革呢我妈是石洛蒙那一派的 石洛蒙在文革的时候呢就被另外一派那叫什么派来着 给打倒了全部他这一派的人啊通通轰出北京 干嘛呢就上全国各地去知左那时候叫知左啊就支持左派哎 那就算是这个军代表我妈妈就跑到那个西安叫什么来着 呃中什么武局来着建筑建筑建筑部的武局 跑那去当的一个军代表你说我妈一唱歌的 跑到那去指挥一帮搞建筑的 我真的觉得而且还开会开的可晚了 经常就是我没饿的不行了啊 幸亏我们家旁边还有住着的等于不住的都是那个大桶子楼嘛 其实就是一个过去的办公楼 办公楼实在我们这个去了以后这些军代表没地住啊 就先给把这个腾出来几个办公室 哎我们就住在这办公室里旁边呢有一个军代表 这军代表呢他们因为带着孩子吧 还有一个就是跟着他的一个老阿姨 等于这老阿姨啊是从小就跟着他们家的 小叫老太太 所以我就没事啊只能够天黑了就饿的不行了 在家里屋里又黑害怕 就跑到人家家去蹭吃蹭喝去 哎呀我爸爸拉小提琴的 跑到那个西安等于郊区啊 等于是人家那个 呃这个不是我妈是在这个武局的局里边 就算是总部 哎就在钟楼旁边特别近 走路一踩踩到一个一站地就到了 我小时候觉得那个他那个主楼特别大啊 前几年我回去了一看我天那楼怎么那么矮 哈哈哈 就是因为那时候太小了啊 我就说这个军代表进这里的 哎 反正就是把你们给派出去了 派出去了 呃等于是待遇都没减 哎另外呢还有各种都是按着军队的这一些待遇 什么过年过节发东西了 有粮食吃有肉吃啊 所以我从小应该说 呃跟我的那些闺蜜一比起来 我没什么没怎么受过 只是我爸啊那时候不是等于当军代表 当到下边去了 那块就没得吃了 那真见不着肉 我爸回来的时候我记得印象可清楚了 我妈给他了一个酱猪蹄 我爸在那个弄着一个台灯 在那啃啃的那叫一个子戏啊 哎 接着说他们的物理所啊 这帮这个退伍军人啊 就不是全都给分配到各个研究所去了 各个研究室去了 完了管他们起个名呢 叫实验员 就是帮着你做实验的 可是他们文化程度太低了 根本没法做实验 完了呢每个人的工资呢 那时候也不低了啊 三十八块五 哎 嗯 应该说在他们这中科院算是最低工资了 可是对这些退伍金的人来说 那就不得了了 你想他们那时候好像八块钱吧 你当兵的时候 也就够你买烟买牙栓啊 买个什么的这些东西的 完了呢那个时候啊 大学生是五十二块 留苏的就是大学生是六十二块 你像管维研呢他刚回来的时候是作为研究生回来的 是八十五块 当然他后来他因为还有一个就是参加革命也应该有一个级别 他很快就是一百二十多块了 哎他就算多的了 我记得我外公吧 我记得那时候一百九十多块 也是因为参加革命参加的怎么 这个你想那帮退伍军人三十八块 我不得了了 你跟农民一比我天哪 而且能吃饱啊 有的能吃啊 不过很快啊 这些退伍军人也不觉得不够了 因为毕竟啊 好多人他不能光顾自己啊 家里还有鸭子 所以呢 就这些退伍军人呢 就编了一首这个发牢骚的歌 就是十年寒窗户 三十八块 老婆养不活 岂能养父母 咋又失了啊 另外还有一个呢 就是很大的问题 就是好多人都有家了 哎 而且啊 都是两地分居 这复原军人大多数啊 都是男的 完了呢 家属都在农村呢 这家属就跟不进来北京 大学生也是这个问题啊 你进到这儿了啊 国家给你分配 分配到他们武力所了 可是比如说我结婚对象 就不在北京 怎么办 户口也进不来 其实现在也有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这个户口制度啊 绝对限制了国家发展 我们经济的腾飞啊 完全是因为取消了这个人口流动的限制 它是取消了 你可以走 哎 你可以出去 以前啊 都是需要介绍信的 你要住招待所啊 什么住这个宾馆 你没介绍信不让你住的呀 那你比如说你要到哪儿的话 你除非亲近接纳你 而亲近接纳你 你吃吃喝喝呀 什么这些的 人家连自个儿都养不活呢 你怎么办 所以啊 你就这个户口啊 咱们后来改革开放了以后啊 它确实是让你可以流动的 哎 所以很多人啊 那时候打工的不就都哗哗哗哗 全从农村出去了吗 可是呢 有一个弊病 就是这个福利制度 它没统一 它没跟着你流动 比如你苦巴苦巴巴的在一个城市里边干了若干年了 最后呢 你这个养老医疗啊 你全交这城市了吧 你带回家的只有那个养老 带回家的养老的标准呢 还不是你在这个城市里边的那个标准了 而是回你老家的那个标准 那就差距差的老鼻子去了 而这个医疗呢 比如说你在这边你能享受的这种城镇的呀 这种医疗的啊 那个比如说城镇工人的那种比例 是这么着的 企业也给你交着的 你回去 没准你就是新农河了 那新农河的这个报销比例 那就完全又不同 你就是这种的要不赶紧打破 真的 我们的国家就是会被限制发展的 美国啊 你就看每一个人 很多人他们对这个搬家呀 什么在哪个城市啊 他们不觉得有什么特别艰难的事 把腿一一一一一 比如说一把腿就走了 你这个单位里边也是 比如说他想扩展业务啊 他要把他的人比如说派到哪去 全家插就都过去了 孩子上学啊住啊什么所有福利保险啊 全都在那边去了 他马上在那边就适应了 完了呢他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 所以这个人口流动啊是能够促进国家的发展 哎呦呦呦呦说了三十分钟 好了吧先不说了 哎拜拜 等我把这点讲完了得了 哎就说这一千多人最后怎么办了啊 这广文言呢也是一回到这物理所就觉得 有不对头这么多人 完了那么多人还是不能干活的 这时候的党委书记啊就是那个张辰美 他呢也是小学毕业 可是呢他呢就打临场 哎九三二年的时候 三二年就入党了 哎他虽然没有参加长征啊 可是当时他是在河北搞这个农村地下工作的 他呢就觉着啊这事不能这么着 你给我辱过来这么多人 我也没法我这全乱了呀 你再怎么着啊他甭管他什么小学毕业的 但是他知道这么着不行 于是呢他就开始用他的这个 呃强有力的这个党的号召 就开始动员这些复原军人回家 好多人肯定不乐意啊 于是呢就是联蒙带骗 完了再加上这个各种压力吧 但是也弄了折腾了好几个月 总算是把绝大部分人给劝退回去了 呃可是呢这一千多退伍军人啊 呃后来还是剩了差不多有100人左右吧 呃但是呢也是就是这个矮子里边 把将军啊呃就说文化程度稍微高一点 那安排怎么安排呢 有的就是在研究室里边了 呃大多数呢都搁在机关里头 但是我就觉得啊你即便就是给他搁在这个机关里头了 他也有问题 广为研究觉得啊就是他在科技大学改革也是发现了这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人啊他因为是吃闲饭的 他因为他加入不到这个科学研究里边 他做不了学问 你在大学里他也教不了书 他他他怎么办呢他做不了事 其实他也很难受 完了以后他就特别的热衷于干嘛呢 就是搞运动 搞政治 哎搞思想斗争 哎一说这个啊马上特别的来劲 无中生有完了专挑这个知识分子的各种毛病 按照这个主席当时的一个说法呢其实就是掺沙子 就是往你们这些臭老酒的里边啊我给你们掺这种沙子 哎就是呢这些人他没文化但是出生好啊 是吧所以你在这个整个人当时的那个大环境里啊 就是因为出生好他们比这个知识分子就要高人一等 哎那时候找对象啊一定问他 你们家什么出生啊 这要是富农啊或者什么的啊坚决不干坚决不干 右派的更别想了你还找 所以啊好多的右派的子女啊什么的 那时候都是不得已就开始胡乱嫁 只要谁能要我我就行 因为有时候像这种身份不好的啊你连工作都整着 好拜拜